原创,耿哲哥环球时报,今天从印度媒体到普通民众,他们都在为印度空军,昨天派出12架战斗机,远近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并成功业席炸死了一大片恐怖分子, 而举国欢腾着,可没过多久,巴基斯坦人却狠狠给了印度一个耳光,这事的起因,是昨天凌晨印度的战斗机,突然远近闯入巴基斯坦领空,并对巴基斯坦一处印度军方宣称,去恐怖分子营地的区域,进行了猛烈的空袭,之后顺利带回。 印度方面还表示,这次空袭是为了报复这些恐怖分子,在2月14日时,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布的恐怖袭击。 不过,巴基斯坦方面,很快对印度的说法提出质疑,称印度轰炸的地方是快无人区,并没有炸到任何目标。 但对自家空军能力深信不疑的印度民众,此时早已在在格戴武帝庆祝了。 有印度媒体就报道说,一名出租车司机,为了庆祝印度空军,狠狠教训了巴基斯坦,决定免非让乘客搭乘他的出租车。 不少印度网民也纷纷给他点赞,说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是个英雄,而印度媒体也在忙着,给这次他们坚持认为,成功击中了目标的反恐空袭造势。 有的印度媒体就宣称巴基斯坦是恐怖分子的老巢,想为此次空袭行动,打上正义的标签。 有的还搬出美国做靠山,说美国支持印度打击恐怖分子的行为。 不仅如此,得意忘性的印度媒体,还在舆论场上直接对巴基斯坦发起了心战,嘲讽说,巴基斯坦的印度空袭后迟迟不敢承认,官方在到底炸美帐上表态白反复复,好像很怂的样子。 可就在今天下午,针对印度军方昨天严重挑衅的越境空袭做法,巴基斯坦方面,很快给出了一个让印度面子上很挂不住的消息。 巴基斯坦军方宣布,他们击落了两架印度的战斗机,还俘虏了一个飞行员。 讽刺的是,这次换成印度不承认了。 印度军方起初就宣称,他们没有飞机被击落,只有一架直升机,因故障原因最毁,死了四个人。 还反过来说,印度方面击落了一架巴基斯坦的F-16战斗机这一消息,当时又让印度民众侵犯了一把。 可尴尬的是,巴基斯坦方面,很快拿出了击落印度战斗机的残骸,和被捕印度飞行员的照片与视频。 甚至还有当地民众做这个飞行员的视频。 更尴尬的是,印度方面却迟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们击落了巴基斯坦的F-16,反倒是巴基斯坦。 方面表示,他们没有在对印度的反击中出动F-16。 最终,就在刚才,印度军方终于扭扭捏捏地承认,他们确实损失了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行员目前失踪, 是不是被巴基斯坦抓了还在核实中,但强调只损失了一架,而不是两架。 但这一消息,已经足够令巴基斯坦人反过来嘲笑印度了。 目前在境外的社交网站推特等平台上,巴基斯坦网民,就正在组团挖苦印度人。 而且这巴基斯坦人所起印度人来,真是没变没变的。 比如在多个印度和西方媒体的账号下,就有不少巴基斯坦网民这样讽刺说, 你们印度飞行员高达威武的形象,似乎是存在于你们一样的宝莱雾电影里。 有巴基斯坦网民还讽刺说, 你们印度人快想想怎么给这个被抓的飞行员拍个宝莱雾电影吧, 更有巴基斯坦网民,还与印度网民互撕起来。 印度人说,我们也击落了你们的飞机, 然后巴基斯坦人则说,我们把击落你们飞机的证据都拿出来了, 可你们空袭和击落我们飞机的证据呢? 又要找宝莱雾拍吗? 总之,看巴基斯坦和印度人, 在网上这么互撕和陡图, 真能把你笑得肚子疼言归正传, 虽然目前印度方面坚称巴基斯坦是在恶化事态, 国际上没人支持巴基斯坦, 可事实也并非如此。 比如英国BBC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表示, 印度昨天对巴基斯坦的空袭, 是两国自1971年的战定之后, 印度空军首次越过克什米尔控制险, 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空袭, 所以,此事的恶劣程度极为严重, 甚至远高于双方地面人员的跃进挑衅。 确实, 印度的做法在巴基斯坦一些媒体看来, 甚至已经触犯了巴基斯坦的红线, 就连印度方面, 自己也知道这么做的严重后果。 今天早上就有印度媒体宣称 印度已经宣布得理, 梦埋等五个印度重要城市 进入72小时的高届, 被状态, 以防止巴基斯坦的军事报复, 可为啥印度方面还要这么做? 有巴基斯坦的记者, 就怀疑, 这是印度总理莫迪在被国内的选情造势。 不过, 除了打下印度的飞机, 在克什米尔边境和印度互相炮击, 巴基斯坦方面, 目前整体上还是克制的。 其媒体也在不断批判, 印度不要挑起南药两个核武器国家的战争, 不要恶化地区局势, 破坏和平。 最后,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哈, 刚刚在一次最新讲话中表示, 如果两国真的爆发了战争, 那么, 不论是他还是印度总理莫迪, 都将被局势失去控制。 所以, 如果印度人真希望好好的处理恐怖主义问题, 那么, 就应该坐下来, 和巴基斯坦好好谈判。 一定是你会讨论的, 只要对你会讨论上水平台、 也很明确, 倒下来 heraus, 那是马虚仅徒进去, 伊功炎香,